好確實喔 謝謝漁民還有信翰 我們一起幫楊詠偉加油 比賽差不多是在十多分鐘之後就要展開了 另外是我國的羽球一姐小代戴茲穎 明天下午的三點多 他的第一站是要對上比利時的選手叫做譚蓮妮 距在上一屆有勇奪金牌的林洋沛 更是將在28號凌晨3點中 要對上世界排名第七的日本組合 加盧俏最四十歲開始打那當然還是多少也捨不得 當然也捨不得我們大寶貝對不對 笑得談起跟夥伴的搭配 李洋 王麒麟這對羽球搭檔妙女如珠 不難看出兩人好感情 合駐多年打下不少成績 這回巴黎奧運 兩人聯手要再拚最高榮標 奧運過後畢竟我們也經歷了一大段低潮 那中間過程也當然經歷很多次爭吵 畢竟彼此對羽球的價值觀 跟羽球的態度也一直拿出來去做討論 東京奧運完之後 我們確實經歷了滿長一段的低潮 一年有不止 對 可能就是會經歷滿長的低潮 然後希望說可以趕快擺脫這個低潮 然後兩個一起去好好面對 不一樣的情境然後跟身分 林洋沛上屆東京奧運威震世界 當時他們小組賽落敗之後 倒吃甘蔗一路過關斬將 最後決賽 擊敗中國大陸劉宇成跟李俊惠組合 拿下中華在奧運羽球的第一面金牌 身為衛冕組合即將面對各國挑戰 教練表示上屆東奧對戰態勢比較明顯 但這次巴黎奧運 對手全部都拿過公開賽冠軍 實力堅長 人人都有機會 他常常在下面跟我講說 我訓練態度很嚴肅 然後一上了場說 你就輕鬆輕鬆 結果上了場之後我很輕鬆 然後我沒什麼事的時候 他一臉嚴肅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是跟我講到輕鬆 我就做不到 怎麼辦 我下來就說 你不是跟我講到輕鬆 他就常常很多種類似的案子 真的是去挑戰每一組的學生 因為這一次大家真的太平均了 每個人都有機會 但真的都沒把握 所以希望在奧運的時候 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現 畢竟是金牌 總會成為外界鎖定目標 林昂被動奧之後 成績也起步不定 但在巴黎奧運前 兩人努力調整 也對這次奧運放寬心 要全力一搏 林昂更表示 這次巴黎奧運後 就會逐步退下戰袍 奧運後的台北公開賽 預計將成為他生涯的最後一戰 時候到了 該給年輕人一些機會 我覺得也29歲也打得滿好 也比原本18歲 可能那時候打不上來 要退役的時候 我覺得也多打了11年 我覺得對我來講已經算滿不錯的 希望可以進學校 分享給一些 跟我以前一樣 就是大學可能成績沒那麼好 但希望他們 他們還有打球 升家組成 然後打上成人國際的這些夢 希望可以傳承下去 麥力回拍調整狀態 我國難單好手周天成 正在積極準備 準備迎來第三屆奧運的他 這次披掛出身巴黎 周天成全力以赴 去年遭遇到得到癌症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是有些正經 但我不覺得這是自己在場上的藉口 你自己既然上了場 你就是要跟對手去對戰 然後對手也不會因著你發生了什麼事 而對你手軟 身為台灣羽球一哥 周天成肩上壓力可不小 他在去年診斷出罹患大腸癌後 周天成反而更加積極面對人生 幸虧發現的早切除癌細胞後 積極投入訓練 靠著信仰跟信念 在去年11月海洛公開賽風王 也拼進奧運殿堂 更表示這不會是最後一屆奧運 他會繼續拼佔他最愛的羽球賽場 當然你想要拿牌也是 一定要有一定的實力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成本 但是自己就是要有這個信念吧 就是說在每次訓練當中 你都是把這個信念在你的訓練當中 加上去的話 我覺得就是凡事都有可能 另外混雙組合 則由成都世大運奪金的 葉宏衛李嘉欣出擊 而這一對學姊學弟組合 合作已有三年時間 有過國際賽奪金經驗 這一次面對首次到來的奧運 兩人興奮知情斜滿臉上 有時候不好會吵架 但是就是 各自用各自的方式在努力 但是場上我覺得 希望是結果是好的狀況 面對的問題本來就比較多 然後畢竟又到這種大賽 肯定我們的準備 可能就是要比別人多 因為他們好幾組 其實都打過亞 打過奧運的這樣 羽球混雙在1996年 亞特來到奧運 才被列為正式項目 回顧中華混雙奧運 第一次是2004年 雅田奧運 蔡家鑫 陳文鑫 當時16強落敗 2012年倫敦奧運 陳鴻林 陳文鑫出征 當時分組預賽招淘汰 距離上一次混雙進奧運 已經有12年 我國的羽球異界 上屆東奧銀牌戴姿穎 也將再一次 披掛出征巴黎奧運 總計這支羽球 一共6人參賽 包含女單戴姿穎 男單周天成 男雙李楊 王麒麟 混雙一紅位李家鑫 要拼佔奧運殿堂 其實目前集訓的重點 大約也是按照 平常是在訓練 那可能比較會注重在 模擬的方面 有可能會做一個 模擬賽的狀況 調整狀態 積極訓練 把握奧運前 每分每秒 發獨發凌勁戰 羽球國手 摸拳擦掌 TBS新聞張家寶來一名 高雄採訪報導 好 至於在輕艇賽事 在杭州亞運奪金的賴冠傑 將代表我國出征進水 這個競速C挺1000公尺的項目 希望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現 獻給在天上的母親 另外在激流K1項目 則是有張竹涵跟吳紹璇出賽 要挑戰奧運殿堂 黃冠 黃冠就是我希望 在面對挑戰的時候 可以很突出 很拿得好成績這樣子 面對鏡頭 幽默風趣 展現陽光大男孩氣息 身材壯素的賴冠傑 全工闖進巴黎奧運 輕艇賽場 要跟各國高手較高下 自己會有很大的渴望 想要繼續挑戰更好的殿堂 然後世界的舞台 也想要去比比看這樣子 看左右兩邊 都是在電視上看到的人 這樣子的明星 然後現在很開心 可以在最高的殿堂 可以再跟我們做競爭 是已經是我最開心的事 2022年杭州亞運一舉多金 讓賴冠傑 輕艇技術更上層樓 現在來到更高殿堂的奧運 賴冠傑表示挑戰更大 一位歐美選手在輕艇這項目 高手遇及 甚至還有他的偶像在內 在這星光翼翼的五環殿堂 賴冠傑每一步都是挑戰 捷克 馬丁 那是我的 從我 青年高中開始的偶像 對 然後他去年拿了世界冠軍 然後今年他挑戰奧運 我希望他可以奧運冠軍 但我希望可以站到旁邊 來到世界舞台 挑戰非常艱巨 但賴冠傑表示 巴黎賽道對他來說 有一些優勢存在 雖然面前驚奇滿步 但還是要努力一搏 在不被看好的情勢 衝出一片天 希望可以進決賽這樣子 然後可以跟 這世界上最好的 其他的七名選手一起做競爭 這個應該也是 我最大的願望這樣子 賴冠傑這次參加的是 男子進水競速City 1000公尺項目 他也是中華史上第一位 登上進水競速的選手 拿亞運金牌 亞錦賽銀牌 又選奧運表現優秀 但其實賴冠傑也曾經超過 曾經因為母親過世 更一度想放棄心挺 但靠著毅力跟信念 他挺得過來 現在已經站上了奧運舞台 媽媽很重要 對 但是有時候講到媽媽 就是心裡會比較難過一點 但是現在還有太太 還有姐姐 奶奶 對對對 那些 對 現在都 對 就是現在都很好這樣子 蠻熟悉的 那壓力來說 應該最大壓力來自於 大家對他期盼 還有他對自己的要求這樣子 其實其他方面都還不錯 那就平常心看待 雙手滑獎 激流奮戰 畫面中是另外一位 入選奧運輕艇項目的 吳少璇 參加男子激流 K1項目 首次挑戰奧運戰場 吳少璇出身之賭 不為苦要以新人姿態 挑戰世界高手 台灣第一個 青年紀的男生參加奧運 就是覺得 沒有 創立時的感覺嗎這樣 就是很專注在訓練上面 就是沒有特別想說 是一個奧運的 怎麼樣 就是還是把自己 跟這個事情做好那樣子 吳少璇在杭州亞運 拿下銅牌成績 這次平常奧運 他表示世界各國高手眾多 輕艇更是歐美國家的強項 但既然拿到奧運門票 唯一的目標就是拚 要用手中的獎 划出自己心中的信念 我的教練會覺得說 我就是適應的 對於這個新的場地 適應的算不錯 他覺得我有教練 教練的角度來講說 覺得我的優勢 是我有很好的體能 是力量 體能這些都是 都是我不錯的優勢這樣子 本屆巴黎奧運輕艇賽事 吳少璇參加男子肌流K1項目 他的表姐張竹涵 只是參加女子肌流K1項目 加上競水競速的賴冠傑 中華輕艇這次三年出征 要力拚最好成績 對 我們這個項目 跟台灣的體育界 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指標 代表我們默默耕耘了很多年 那我們這個運動有突破 也達到世界級的水準 肌流作戰全力以赴 三人將士用命 還往花都進戰 不留遺憾 TBA新聞張家寶來一名 南投採訪報告 選手們訓練非常的辛苦 要在奧運舞台為國爭光 因此我國的國光獎金 這一次也非常豐厚 奪下金牌能獲得 2000萬台幣的獎金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人在巴黎的 另一組特派記者龔向華 余信凱 奧運比賽今天開始很快 就會有選手拿到獎牌 台灣的第一枚獎牌 可能會在星期六晚上 但是在巴黎奧運會上 法國和台灣運動員 多派的獎金到底是多少呢 法國金牌得主會拿到 八萬歐元 約新台幣280萬 鷹派得主會拿到 金牌將近的一半 銅牌得主會拿到四分之一 我們在巴黎問了一位路人 針對奧運的獎金 有什麼想法 之後 這不是很大 為一個獎金 但 如果他們有幫助 附近 還有一部隊伍 圍著他們 在競賽中 那些獎金 為什麼不 經過多年的努力 台灣運動員 也想了為了國家 爭光 根據規定 奧運 金牌 鷹牌 銅牌 銅牌 的獎金分別是 新台幣 兩千萬 七百萬 和五百萬 這個數字會讓 巴黎的人 非常的驚訝 有些人可能針對 那麼高的獎金 有一些想法 但是 背後代表的是 選手多年的努力 DVBS新聞 龔湘華 許信翰 法國巴黎 採訪報導 好 謝謝向華 跟信翰 也來看台灣蝶王王冠宏 他把握機會去訓練 結果卻碰上了非常多的狀況 在搭乘接駁車的時候 不但是不準時 搭車人數爆滿 他還被迫席地而坐 這其實相當的危險 也因此希望團本部 可以支援接送車輛 而對此體育署表示 已經向大會正式的請求改善 在整個備戰的過程中 我覺得都是 其實心理都沒有受太大的影響 鮑石運動員的高心理素質 台灣蝶王冠宏 19日提前飛比巴黎 出陣奧運 要拼爭取更多時間熟悉 德芳斯體育館並進行訓練 卻碰到這傻眼情況 王冠宏席地而坐在接駁車地上 身邊還有其他各國的運動好手 這張照片是由王冠宏的教練 黃志勇拍下 因為巴黎奧運的接駁車狀況多 不准點造成多名運動選手 被迫擠在同一班車上 搭車時更爭先恐後 王冠宏透露還碰過司機開錯路 原本340分鐘的車程變成一個半小時 但最危險的是因為人太多 外國選手都站著 車子一下不穩席地而坐的人 可能就會被壓到 因此請願團本部至少在比賽當天 讓他們可以照計畫抵達場館 進行熱身準備比賽 大會的司機的確都從外地過來 很多都不知道怎麼開 很多對路都不太熟悉 所以很多會迷路 或者是有接駁的狀況 那我想我們已經跟大會提出 正式的請求希望方競速的改善 那希望接下來的交通接駁 這部分不會再造成我們選手的困擾 體育署證會積極跟主辦方協調 教練黃志勇認為接駁式的問題 對選手備戰影響會很大 選手不可能更提早出發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休息和恢復時間 對表現也可能受影響 至於選手村的情況如何呢 聽選手們講在選手村還算是涼爽 也不太需要用到冷氣 所以這部分我想 這次選手村的狀況 應該選手應該睡覺的部分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喜歡台灣好手能保持在最佳狀態 為中華隊穿精彈贏 TVB的新聞盧鴻超劉婷廷 蕾韻明 巴黎台北彩報報導 但在開幕式登場之前 其實也不大平靜 因為法國鐵路網 慘遭大規模的蓄意破壞 部分路段甚至還被縱火 因此不只導致了全國多線列車停止或霧點 德國還有部分國家 對他們因此無法及時抵達法國 車站大廳內塞爆人 不管哪一個角落 通通都是人 巴黎奧運開幕式前夕 法國鐵路網 慘遭大規模蓄意縱火破壞 導致全國多線列車停止或霧點 不只法國內部交通大亂 周圍鄰國也受到波及 民眾想搭乘歐洲之心前往巴黎 必須排隊等上好幾個小時 非常緊張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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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我們計劃的 我們也很期待 這是一回一生 因為你不能經常去那裡 對 對 好 好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再次補充 但我們要做什麼 更慘的是 受到事件影響 歐洲之心整個週末 將取消四分之一 來往巴黎和倫敦的列車班次 這場人為的交通災難更導致德國排球國家隊的人員無法及時抵達巴黎 因為明天9點 我們男士的隊員會開始了 但是現在全部都還在等 他們不確定是能夠到這晚 目前法國國家鐵路公司人員 正在積極搶修受損鐵路網 期盼能盡快恢復正常營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另外在台南麻豆的水道今天 是還沒有完全的退去 尤其是在地勢低窪的皮頭裡 還有300多戶的民宅泡在水中 有家具工廠的床墊泡水 人工們也只能苦中作樂 他們把報廢的床墊拿來當喘滑 背著女童一步步慢慢走 雙腳踩在水裡 就怕一個不小心會滑倒 家園被淹在水裡 已經第三天何時才能退 沒人知道 雖然雨是已經停下來 但是在台南最低窪的這個麻豆區域 可以看到這個橡皮艇 還是在進行搜救的工作 那可以轉頭一看 其實在麻豆這裡 還是有很多的民宅 現在仍浸泡在大水之中 台南麻豆皮頭裡地勢低窪 還有超過300戶淹水的狀況 沒有解除 居民苦不堪言 邊退然後邊打掃掉 對啊齁 好累喔 雪梅退不管怎樣掃 效果都很有限 住戶快要累壞 來到住家裡 淤泥髒水雖然都已經清理乾淨 但拿出捲尺還原幾天前淹水的高度 大髒了 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家具已經跌到不能再跌 電視也爆燒 還有部分的住家水伸到胸口 被大水困住出不了門 吃飯都有困難 受訪隊員搭著橡皮艇 準備把便當和食物分送到每一戶 讓居民在等水退清理家園的時候 不用煩惱三餐該怎麼辦 也有人苦中作樂 騎機車要拿魚網撈魚 幾張床墊綁在一起變成臨時的小船 因為已經泡水無法出貨 讓員工當成浮板和船 可以去到比較遠的地方 淹水啊想說老闆說要來這裡 看水位有沒有退 來還沒有退 剛好看到新的床墊浮在水面上 想法很多啊 比較有創意 這幾張床要價四萬 現在變成了船和浮板工廠內還有部分家具也有受損 損失多少暫時無法估算 大水遲遲不退 居民只求家園盡快恢復原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另一個重災區高雄 在美術館豪宅區周邊 道路也大淹水 有一些社區的庭園樹木 甚至是被連根拔起 還有室內管線漏水 直接變成了超大型瀑布 現在正在利用假日趕工 希望能夠盡快恢復家園 天花板出現瀑布 甚至相當嚇人 由於從燈具的縫隙流出 還被外界調侃是大型花灑 但這個地點卻出現在 高雄美術館的豪宅 高雄美術館的馬卡道路 颱風當天積水還入宿倒塌 沒想到船出一旁的豪宅 裡頭也出現瀑布的景象 那個我們大樓有漏水的情況 這邊不方便讓你們那個 雖然大樓管委會 抱歉 晚句說明 不過拍攝民眾說 漏水的大樓 單瓶單價高達70萬 在高雄已經是天花板 但除了他們室內出現廁所漏水 周邊大樓也有其他狀況 附近一樓出了水淹到的門口 社區好幾棵大樹也被連根拔起 就連電梯都出現滲水 我們的電梯故障 是為什麼故障 因為有漏水 就連美術館區域附近 興建中的豪宅建案 都利用雨停急忙排水準備復工 另外在市區同樣有高檔大樓遭殃 三面區這棟完工才短短幾年的大樓 住戶及管理員忙進忙出 就連車道的擋水牆都不敢全拆 因為颱風期間附近一度大積水 廢棄家具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因此除了美術館周邊積漏水的大樓 就有六七棟 左營一棟三明區四棟 另外星星橋頭及岡山也都被波及 這些除了都是10年內的新大樓 單價也上看30到50萬 最貴的甚至突破70萬 因此利用週末假日趕工 只希望能盡快恢復家園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而花蓮被女兒牆砸中的轎車 車上一家三口媽媽不幸身亡 七歲兒子目前尚未脫離險境 爸爸在今天出面喊話 他希望大家幫忙集氣 讓兒子可以渡過難關回到身邊 一群人來到臨堂前表達哀悼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 緊緊握著死者家屬的手 請他們加油 花蓮馬姓一家三口 24號傍晚由爸爸開車 在七小出門買東西 車子剛停好不到一秒 就遭六層樓高掉下的女兒牆砸中 擔任護理師的妻子傷重身亡 七歲的兒子尚未脫離險境 馬爸爸保守煎熬 目前還在交病房 所以這幾天是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拜託大家可以集氣為他祈禱 希望有更好的奇蹟 可以平安平順的讓他可以出院 一講到七小馬爸爸忍不住哽咽 26號傍晚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到慈濟醫院 以及殯儀館慰問死者家屬 檢察官也前往事發現場勘驗 現場拉起封鎖線是大大的地面 還留有摔碎的石磚和噴飛的車殼 女兒牆掉落的大樓是美輪飯店 十二年前向母公司移經企業 稱租二到五樓作為員工宿舍 頂樓加蓋當時就已經存在 而經建設處調查確認屬於違建 他這個倒下來的磚牆跟上面的這個 頂棚的這個棚架的這些部分 應該都是屬於違章建築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這個房屋所有權 一定要將其採除 那他現場也殞落 他會去把它做清除跟處理 縣府說房屋所有權人 沒有顧及建築使用安全 依法可開罰六到三十萬元 並且一星期之內就要拆除 涉及刑事責任 檢察官還在調查中 美倫飯店則表示會全力協助家屬 但對馬爸爸來說 心中最掛念的還是病床上的兒子 希望大家一起集氣 祝福他度過難關 鐵扁新聞高中 蔡新玉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